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没有肺 就是它的幼体它是用塞呼吸 可是它对了 它就是不能用鼻孔来呼吸 所以就是错了 它只能住在水抱 它不能住在陆地 所以第六体是boil 所以第六体是boil 右体是不能水录两次 然后再接下来第七体的话呢 这一个第七体的话 我们就拿a咯 鱼类啦 因为毕竟我们地球呢 早期的时候呢 都是海洋到晚来的 然后陆地呢 其实是 一开始地球是海洋先 是水来的先 所以他们科学家 他们就是做出研究 然后判断就是地球 早期是水 整粒就是水球来的 那时候就是没有陆地了 然后慢慢慢慢地变成有陆地出来 有陆地了 我们才会出现陆地上的生物啦 ok 早期的话呢 它都是先 就是鱼类开始先 所以第七体就是a啦 ok 第七体就是a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 第八体的话就是被子之物咯 来佛式花或者是大王花 它是属于被子之物 被子之物啦 ok 所以呢 第九体的话呢 就是我最担心的一体咯 第九体就是其实是我最担心的啦 因为有时候呢 就是不懂那个考题 它到底会不会出类似这样的题目 就是比方说如果讲下列哪一项 不属于蕨类 或者是 那个苔藓 不是讲蕨类跟苔藓啊 就是包子之物啊 包子之物啊 或者是螺子之物啊 等等之类啦 ok 所以它就是给你 就是a b c d 然后就是叫你选出最好的答案哦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可能就是多多少少你们要看一下你们课本 给的例子 多多少少呢 就是scan过一遍课本给你们的例子 所以就是至少可以帮助你们回答这类似这样的题目啦 所以呢 这里呢 如果出现这样的题目的话 我们可以做排除方式啦 给它排除方式咯 因为毕竟讲种子之物的话 a b d都是属于种子 有种其实是种子的哦 ok 所以唯一的答案就是c咯 满江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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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满江红的话呢 它就属于一个蕨类 满江红的话 如果你要它的答案的话呢 它就是属于一个蕨类来的 ok 它是属于一个蕨类啊 所以第九题是希拉 ok 所以呢 我们再接下来哦 就是第十题的时候 所以第十题呢 植物界中种类最多的 分布最广的呢 我们通常都是拿 被子植物啦 ok 且大部分来源都是 的植物是 ok 大部分食物来源的是 被子植物啊 ok 所以第十题我就不讲那么多 它直接是boid啦 因为我们都是用被子植物 来做食物的来源 因为我们吃的大部分的果实呢 都是被子植物的 你的蔬菜啊 比如讲tometo啊 茄子啊 它们都是被子植物啦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第十题就是下列哪一项 蚕蚕植物的特征 蚕蚕 然后所以蚕蚕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什么呢 它就是会有甲根的咯 然后它就是会有甲根的咯 所以第十题答案就是A啦 ok 答案就是A咯 B C D都是错啦 我其实是有给你们答案了的 B C D为什么会是错呢 因为它们比如讲B 它是属于蕨类的 具有根茎液形成今日的煤炭 所以这些都是蕨类啊 然后呢C的话呢 种子裸露 裸露的话就是裸子咯 你看它一讲到裸露的话 就是说种子没有被果皮包背 它就是裸子 然后如果你讲果皮包背的话呢 就是种子 对吧 所以我们再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继续啊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第十二题 所以第十二题的话呢 就是说俗话说 鱼儿离不开水 对此恰当的解释是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只能讲 生物已经是适应了 那个环境 如果你把它丢去 另外一个环境的话呢 它就是可能会死亡啦 它可能就是会死亡啦 因为不可能就是 生物影响环境哦 就是环境会影响生物 环境会改变生物吗 环境会改变生物 只不过呢 我们就不能这样讲啦 鱼儿离不开水 所以最好的答案呢 其实我们就是拿boy啦 因为生物它适应了环境 所以它才离不开水 因为鱼它适应了环境 所以呢 鱼才离不开水咯 所以我们只能讲boy啦 OK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GH哦 所以这个第十三题的时候 所以第十三题呢 蚯蚓在土壤中 转型可以使土壤疏松肥沃 这说明呢 就是生物影响环境啦 OK 这个呢 就是生物影响环境咯 因为它让土壤疏松肥沃嘛 所以呢 就是说明就是蚯蚓在影响着土壤 如果第十二题的话呢 鱼儿它影响不了水 因为它讲鱼儿它离不开水 而不是水离不开鱼哦 所以鱼儿它已经习惯住在水里面了 毕竟鱼儿是用塞来呼吸 用鳍来游泳 所以呢 就是讲这个鱼 它已经适应了居住在水里面了 只不过第十三题的话呢 就是因为讲蚯蚓 它在土壤里面钻洞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我们不能讲其他的啦 BCD我们不能讲了啦 我们只能讲生物就是影响环境咯 生物影响环境啦 其实蚯蚓呢 它 就是蚯蚓 并不是讲蚯蚓 一定要居住在土壤里面 并不是讲蚯蚓 一定要居住在土壤里面 只要它是居住在潮湿 又阴凉的环境下 它都可以生活 它都可以生活 就只是 通常呢 我们可以在土里面找到蚯蚓啦 因为土里面 它就是潮湿跟阴凉的 所以我们就拿A啦 OK 我们可以拿A啊 所以第13题就是A啦 生物影响环境 ABCD都错啊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第14题就是说 无毒蛇 具有毒蛇蚓的那个鲜艳的环纹啊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会有 之前就是会有学过 宝物色 警戒色跟尼太 宝物色的话呢 你看起来 它真的就是一只熊 可是呢 它的皮肤就只是纯粹白色而已 所以老虎也是一样 你看起来它就是老虎来的 只是呢 它的皮肤就是跟着沙漠 不是就是大草原的那一种的颜色啦 OK 就是orange又黑色的那一种啦 OK 所以呢 这些我们都是叫保护色咯 纯粹就只是一个体色不了 体色不了 然后呢 至于呢 警戒色的话呢 警戒色的话 通常我们都是要讲恶臭 恶臭 恶臭跟有毒 有毒 有毒 OK 它真正恶臭跟有毒的话 通常呢 那一些动物 它们身体都是 颜色都是会很 显烟的 他们颜色都是会很 显烟的 OK 然后呢 至于尼太的话呢 尼太的话 它的体型 OK 体型 然后还有体色 完完全全 copy另外一个 非生物 或者是生物 OK 比方说 你看一下 无毒蛇 可是呢 它就是完完全全 copy另外一个 生物的特征 所以呢 它体型跟体色 都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 尼太 OK 所以万一 第十四题 如果它割掉 这一个有毒的话 割掉这一个无的话呢 变成毒的蛇 具有毒蛇番的 鲜艳花纹 这一个码就是 警戒色咯 OK 如果是讲无毒的话呢 无毒的话 这一个就是尼太啦 OK 所以请记得 尼太它是完完全全 copy完全不 完完全全 copy完全不 就只是呢 在我们初中里面的话 它不会问到你很详细 因为毕竟有些的生物 同一种的category的生物 比方说螳螂 OK 螳螂 因为毕竟它又有兰花螳螂啊 然后又有普通的螳螂的嘛 所以螳螂这个种类呢 它其实有些的螳螂 它是尼太 有些的螳螂 它是保护色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们的作业 或者是你们的考试 其实它不会问到 很详细那一种 所以在这里的话 就请大家放心咯 你们就不用这样担心了 所以它问的话呢 其实它就是会问 类似像个第14题 或者是我slide上面的 所以多少你们就是要去读一下 分得清楚 ABC到底是什么意思 OK吗 好 所以在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哦 OK 所以第14题就是 A 然后15的话呢 你看 它其实就是不会问到你那么详细 OK 所以呢 它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见毒啊 给它见毒啊 OK 所以这个有名字跟你讲 有毒了啦 然后皮肤颜色鲜亮 带有红色黄色黑色的斑纹 然后攻击者不敢靠近它 这一个就是紧接色咯 好 所以我们的考题 还是洗一题都好 然后它就是出的 那个问题的 pattern 就是类似这样 OK吗 好 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我们的选择题 就是这样结束哦 OK吗 好 所以如果你来不及操的话呢 请你们记得screenshot下来啦 OK 所以不要怕浪费你们的那个 电话的space的啦 OK 你操完了 你就可以delete掉啦 OK 所以第15题就是C啦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没有答案 没有问题 我们就接下来啦 OK 所以就是第二题的时候咯 是非题啦 OK 是非题 所以也是一样 对于那些错的话呢 我其实是会有给你 为什么它会错啦 所以第三题 某个 如果写到勾差勾差呢 勾差勾差也OK OK 勾差勾差也OK 好 勾差勾差也OK的 没有问题啦 因为它的题目那边 它没有跟你讲什么啦 就只是呢 以后这个是非题的话 你就讲是非是非咯 因为你的作业部里面 它是非题 它给的答案都是是非是非的 就以后你用是非是非啦 如果你用勾差勾差的话 没问题 好 所以第三题的话呢 它是某个动物的成体 如果有脊椎的话 那么它的右体 也一定会有脊椎 这个违逼啦 所以这里的话呢 剩下的123 这些都是136 都是错误啦 至于第三题的话呢 我一时想不起 它的那一个例子 我一时想不起 它的那一个例子 过后我再补违给大家啦 所以这个 我们先写一个未必先啦 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吧 所以第一题的话呢 木桌是由树木制成的 然后因此木桌是非生物 非生物啊 并不是生物啊 所以它才错 然后第六题呢 鸟类属于哺乳类 这一个如果你不灰的话 你真的是要被打的啦 OK 有什么问题吗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接下去哦 我们再接下去啊 所以第三题 我过后会不会给大家啦 所以再接下来的话呢 再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看一下天空题哦 所以是非题就是 非是非是非非是非 好像绕口令这样 非是非是非是非啊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接下去哦 给它非是非是非是非啊 所以记得抄下来哦 OK 因为我会set明天就是due date啊 给你时间抄答案哦 OK 所以没有问题 我再接下去哦 所以天空题也是一样 这一个呢 其实你没有抄答案 你多少都是会做啦 OK 多少都是会做啦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天空题 唯一的那一个比较麻烦 比较难的呢 就是第四题咯 所以节制动物里面 成年最多的就是昆虫啦 所以that's why 我们的课本呢 我们就是focus on昆虫 我们就是focus on昆虫啦 会会会 我会把它放进去GC里面 刚才就是有学生问的 所以我会把它放进去GC里面 你现在也顺便抄 不要停着 你现在也抄 不要只是停着 所以 所以第一题的话 脊椎动物的话呢 就是包括鱼类啊 两栖类啊 爬行类啊 鸟类啦 还有哺乳类咯 其中恒温动物呢 就是鸟类跟哺乳类 所以鸟类跟哺乳类呢 它们的体温 其实是 可以恒定的 可以被恒定的 也可以被控制的 就比方说 如果你们讲 把这两种类型的动物 丢去 寒冷的地带 或者是比较热的地带的话呢 它们的温度 它们的体温 都是会保持 在一定的水平里面 一定的范围里面啊 所以它不会随随便便 就变到很多的 所以它要变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相差那一两度 所以它这个就是恒温动物 剩下的话呢 比方讲两栖类 爬行类 还有鱼类 它们都是属于 就是变温动物 变温 就是我们所谓的冷血 就是变温 变温 然后地球出现 最早出现的脊椎动物 就是鱼类了 刚才就是我们选择体 那边游娃的 然后青蛙呢 右体就是靠腮呼吸 成体呢 主要就是靠肺跟皮肤 好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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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哦 所以刚才其实是有一题啊 刚才就是我讲未必的这个第三题啊 所以第三题的话呢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蝌蚪咯 OK啊 就是那么它的幼体也一定会有脊柱 脊柱的话呢 这个是威逼啦 所以大家就是放上就是 青蛙的那一个部分啊 青蛙 幼体咯 就是比方说蝌蚪啦 OK 青蛙的幼体啦 因为蝌蚪呢 其实它不是脊椎 它不是脊椎 它就是脊锁 类似好像脊椎这样的结构 哎呦 抱歉啦 我用text比较好 呀 呀 脊锁啊 OK 它就像跟脊椎这样的那个结构 OK 只是呢 它并不是完全 就是发育的那一种咯 因为脊柱呢 它就是完完全全 有一条呈现了一条中间的骨头 可是脊锁的话呢 它就只是 啊 类似好像 软骨这样的存在 嗯 嗯 呀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脊柱啊 OK 所以第三题这一个呢 请大家再补上就是青蛙的幼体咯 比方说蝌蚪啦 它就是用脊锁啊 OK 所以第三题是错啦 鸡锁啊 青蛙幼体咯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解决啊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就是第五题 刚才就是第三题 天空题啊 嘛 呀 所以呢 第五题的话呢 这里的话就是物种 种类的特征咯 OK 所以它的实例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我作业部里面给的啦 所以其实你们写上课本给你们其他的那一个例子的话呢 我一例都会接受 呀 as long as 你从课本里面拿出来的例子 我都可以接受 呀 所以呢 这里旁边呢 其实就是我的作业部的例子罢了 呀 你不需要完完全全跟着我 OK 那些实例哦 你不需要跟着我 只有特征你就跟着我啦 特征的话呢 你可以跟着我 然后实例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跟着我啦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植物 它就是会分为种子植物跟包子植物啦 只不过呢 如果你讲种子的话 它又再可以区分变成被子植物跟螺子植物 对吧 然后包子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苔藓跟蕨类啦 你看 苔藓跟蕨类啦 OK 所以呢 苔藓的话呢 如果有些学生讲苔藓 它不能开花 那些我其实也可以接受啦 然后 蕨类的话呢 就是刚才 前面的就是 我们的那个煤炭的来源 我也可以接受啦 嗯 嗯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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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每一个呢 作业部里面的答案 它就是给我们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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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鱼金香 胡萝卜 银杏 落双 啊 落叶松 地前 泥探险 鸟窝 蠻江红 蠻江红就是刚才那一个有一题选择题就是出现了的 蠻江红是属于蕨类啦 因为它叶片是有一点点红色 所以就是满江红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里的话 被子植物的话 就是讲种子被果包背 然后它就是可以开花 然后罗子植物 种子就是没有被果皮包背的 然后不开花 然后苔藓的话 它就是甲根 或者是它可以分泌酸性代谢物 腐蚀岩石 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其中一个point 所以这个你可以纳入为你们的笔记 蕨类的话 它就是具有根茎叶 可是它就是对外界环境变化很敏感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 就是放成你们的笔记 因为毕竟之前 我也是有跟你们讲过 你们作业部呢 其实就是你们的笔记来的 毕竟同考这里 他们的作业部确实是很少 所以你们唯一的作业部就是这一个 可以的话呢 你就是把它当成是你们的笔记 尽量就是放那些笔记进去里面 能有多少 你就抄多少进去里面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OK吗 可以吗 所以来不及抄的话 你就也是一样screenshot下来 screenshot下来 这个拉下来一点 OK吗 所以松树 松树的生殖器官就是求果 OK 松树 松树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螺子之物 所以螺子之物的话呢 它的生殖器官就是求果 松树其实是一种螺子之物 所以OK吗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啊 所以没有的话呢 你们就screenshot下来 如果来不及的话 所以我要继续哦 OK 3 2 1 所以接下来啊 OK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个就是 简要描述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其实你们就可以写出 刚才我有跟你们讲的 那个八个特征 OK 营养 可以运动 可以呼吸 可以繁殖 这些你其实是可以立出来到完全不 你一定是满分的 这一题 如果你立完的话呢 其实你就是可以满分的了 OK 然后它又可以生长 然后 它又可以呼吸 它又可以繁殖 它又可以遗传 所以这一些呢 其实就是生命现象的特征啊 OK 生命现象的特征哦 所以这一个其实蛮简单罢了啦 只是你们初一的话呢就是需要去多读或者是背一些东西咯 OK 所以如果你讲理论上那些东西的话 其实你们初一的这一个部分 确实会比较少啦 OK 通常都是要去背背背背背就对了 对吧 好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再继续哦 我们再继续哦 所以再继续啊 OK 所以呢 呃 在接下来的话这个也是一样简要描述脊椎动物跟无脊椎动物的那个区别啦 啊 OK 所以这一个呢 它的区别就是脊椎动物 体内就是会有脊椎骨 呀 然后 另外一个呢 就是无脊椎的话 另外的话 凡是没有脊椎的动物就是无脊椎咯 呀 所以脊柱跟无脊柱呢 就是我们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脊椎骨啦 呀 脊椎 跟无脊椎的话它到底有没有脊椎骨 哦 所以你可以放出它一些些的例子啦 有时候你解释的时候 呀 就是可能可以帮助你们 啊 就是或者是帮助一些考官啊 还是什么啊 啊 就明白你们啊 理解你们在写什么东西啦 啊 可以吗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再继续哦 OK 我再继续啊 好 所以来不及抄 真的 screenshot下来 每一个都screenshot了 OK 有脊椎骨就是脊椎动物 没有脊椎骨就是无脊椎动物 就是这样简单 要看到就是这一句吧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再接下来哦 因为我们的时间还差不多 剩下八分钟这样 呀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接下来就是 last句后聊 last句后聊 OK last句后一些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途中 sorry啊 我翻回去一下 我们途中就是给我们这四种 不一样的那一个植物 呀 所以他就是要我们区分他们 呀 他就是要我们懂得这样区分他们 OK 所以呢 他区分的话呢 就是说 他这样分为两种不同的植物咯 OK 所以 不同的植物就是会有包括 种子植物跟包子植物啦 呀 种子跟包子植物 然后呢 就是种子植物的话 它可以分为两类 OK 被子植物啦 跟螺子植物 OK 包子植物的话呢 也可以分为两类 OK 就是 蕨类跟苔蚓 所以你就可以写下来了 我拉下面的答案出来一下 因为我怕有些的学生 看不到下面啊 下面这一句啊 下面这一句呢 其实是第四题的答案来的 因为我收不到第四题 给这整句啊 这就是第四题哦 不要吵到第二题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分类呢 就是会有这一些咯 给种子会有什么 给包子会有什么 然后呢 过后它就是要你们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啦 给苔蚓 其实是最简单的 给苔蚓之物是很简单的 属于比较简单的植物 给种子植物呢 它是比较复杂 因为毕竟苔蚓它其实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就已经有了的 所以它可以简单到连根都是一个甲的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先排苔蚓 就是最简单的咯 然后过后呢 我们就是会飞到蕨类 总之呢 包子植物是属于比较简单的植物 然后过后呢 就是会到银行 银行就是螺子植物咯 然后最复杂的呢 就是凤鲜花 因为毕竟凤鲜花就是最advanced的 被子植物 最最最最advanced也是最latest的 对吗 所以呢 这一个就是它的简单到复杂的部分 OK 所以呢 第四题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讲到就是 生石花啦 因为生石花它其实就是 看起来就像跟一个鹅卵石 就看起来就像跟一个飞生物 其实这一个植物呢 它确实是一个泥钛 你看 它就是一个泥钛 因为它就是完完全全 copy变成一颗的石头 你看起来它就像像一粒石头 可是它并不是石头 它就是一朵花 它就是一朵植物 一个植物来的 它就是一个植物来的 OK吗 哦 还有什么答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第四题它就是要我们 解释一下 生石花 尤其是它的泥钛 它到底是 做什么呢 所以请你们记得 泥钛呢 体型跟体色 是完完全全 跟另外一个东西 一模一样 OK 保护色就只是 单单体色罢了 保护色就只是 单单体色 它的体型还是一样式 比如讲 北极熊 它还是一只熊 北极狐 它还是一只狐狸 白兔 它还是一只白兔 它还是一只兔子 就只是它的体色 是跟环境一样 那个就是保护色 如果你讲泥钛的话呢 两样 体型 跟体色 一模一样 完完全全 copy OK 完完全全 抄另外一个生物 跟非生物 警戒色的话 那个我就不讲了 警戒色就是一个warning 它就是要让其他生物 知道它们有毒 或者是恶臭 所以我们的时间 还剩差不多两分钟多 所以如果你们 抄完的话呢 其实如果这个meeting 断开 你们就不需要再进来了 你可以准备下一堂课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先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来不及抄 你可以先screenshot 下来啦 给功课的话呢 我会给到你们 Due Date 就是到明天 然后过后 我也会把答案 放进去 那一个GC里面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现在你最好的 就是先抄先啦 可以吗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个章节 其实是蛮简单的啊 所以等一下 就是下个礼拜呢 我们就是会回去 我们的science 我们science 其实是剩下一小个部分啊 所以呢 到时候你们就是 同时准备 两个课本哦 就是如果有课本的话呢 science form 2的 就是上一次 Chapter 1 Biodiversity 我们停留下来的 那一个地方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们的综合科学上册啦 你就先暂时准备这两本 可以吗 就是我们下个礼拜 所以现在less than a minute 所以断开的话 你们不需要再进来了 我会放到它断开为止啦 所以放开到断开为止啦 然后至于你们的评测的话呢 我其实还有另外一班 所以我要先改完它们了 我要先给它们评完了 我才会 就是会放你们分数啦 所以就是耐心一点 因为已经有学生 昨天就问我了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你们今天就这样啦 所以你们可以离开啦 断开不需要再进来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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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下个小时 拜拜 下个小时 拜拜 下个小时 拜拜 拜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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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